大家好,我是時光博物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表現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很多時候我都被問到,究竟是否自家生產的機芯一定比第三方供應的機芯好 近十年我們看到很多品牌都advertise,我是一個manufacturer,即是一個有能力生產自己機芯的品牌 好像有能力生產自己機芯的品牌,就是高人一燈 我自己覺得這個跟傳統的瑞士的製標業的practice,是有少少不同 百多年前,瑞士的製標行業是一個分工合作運作模式 比如一個製標師,他設計了一款碗錶,可能是決定了那個功能,以及那個錶的樣子,畫了一些製作的草圖出來 然後他就會去跟一些專業的供應商去訂購那些packs 他就會根據自己的設計,是將這些packs去改良,以及去打磨 然後最後就是組裝成一隻pocket watch 比如好像飾駕,白鴿這些品牌,他們傳統會製作自己的機芯 好像IWC,貝立凱,他們會從第三方訂購一些機芯 兩種practice都完全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是各取所需,以及各展所長 去到這個七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就有所謂的石英危機 日本那邊就是製作生產了一些比較廉價和準確的石英機芯 大家都去了買course的緩標 對於瑞士的傳統的製標業,是造成一個很大的打擊 很多品牌都是被迫要關門 以及很多人失去他的工作 當時有一位商業奇才 他的名字叫Nikolas Hyatt,海逸克先生 他在1983年的時候 幫助一些瑞士的製標品牌和一些機芯的製造廠 重組成了一個Swatch Group的一個集團 其中裡面的品牌包括有Omega 有Longin 有製作機芯的品牌,例如ETA Swatch Group的出現 是令到瑞士的製標業重新起步,重新出發 在比較困難的市場情況下 他們可以運作得比較好 接下來的80年代和90年代 慢慢的機械換錶市場又復甦了 越來越多人就喜歡機械換錶 可能他們覺得機械換錶給了他們 有一種比較優越的感覺 以及好像機械換錶有生命 因為這個市場的變化 越來越多品牌 重新投入生產 亦都有一些新的品牌去加入 當然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有自己的能力去製作機芯 但是有一些是需要跟第三方去買一些機芯 例如ETA自從去年的292、224 計時買錶的7750 手動去年的6497 這些全部都是當時流通量很大 以及很普及的一些第三方工業機芯 但是去到大概2010年的時候 當時Swatch Group的Mr. Hyatt 他就覺得以好似越來越多一些Fashion的品牌加入製作中標的行列 他們都是只是投資在Marketing和設計的碗錶 但是不投資進去製作的方便 變了就只是跟他買一些機芯放進去自己的碗錶那裏 就說是一隻瑞士製作的碗錶 然後就跟Mr. Hyatt去競爭 他覺得這個情況就不太對勞 我給那麼多資源投資去研發 工廠去請工人去製作這些機芯出來 但是有一些品牌原本都不是做標行的 但是就take advantage 去訂我這些機芯 去跟我競爭 所以他當時就提出一個想法 以後我就不一定供應給所有跟我落訂單的品牌 我會選擇一些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製標的品牌 即是說他買了我的機芯之後 他會作出一些改良 或者是會做出一些打磨 然後才再組裝成為一隻碗錶 他認為這些才是真正的瑞士的製標品牌 雖然他這個動作是針對fashion brand 但是就對整個瑞士的製標行業 就好像當塔鵬河的一個效果 所有瑞士製標品牌都會覺得 如果我沒有能力 自己生產機芯的話 我整個生產線 可能都會受制於人 所以在這十幾年裏面有很多品牌都去研發 製作 希望做出自己生產的自家機芯 所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品牌都說他們自己是一個manufacturer 雖然有時候他可能只會做一個calibur 或者幾個calibur 但起碼他有部分機芯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供應量 說了這麼多關於自家生產和供應的機芯的背景 究竟在機芯裡面我們是想要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一定要可靠 要有一定的準確度 還有就是有一些我們想要的功能 譬如我們想要自動上鏈 我們想要有個日期 或者我們想要陀飛輪 想要腸動力 或者是一些可以防持的功能 當然我們也希望那個機芯是比較容易去維修 以及維修成本不要太高 最後可能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想機芯要英俊 先講第三方供應的機芯 現代主要的機芯的來源 都會是 ETA 或者SALITA 這兩間都是瑞士的公司 亦都是有日本的供應商 譬如好像貞公 好像Miyota 近十年 中國也都有供應 第三方的機芯 不過無論SALITA 或者是中國的 供應的機芯 其實他們都是 Base on ETA 那幾個最流行的機芯 作為藍本 因為這些機芯的專利已經完了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產量是很高 舉個例 好像ETA向2019年 他們是做了550萬隻機芯 而SALITA也做了100萬隻 所謂供多就藝屬 既然是這麼高的產量 幾乎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都已經被解決了 所以它的可靠程度 就比較高 還有所有這些機芯的設計 都不是近十年出現的 很多都在70、80年代的時候出現 即是說他們已經有30至40年生產的期 亦都是 令到他們穩定的一個原因 那麼大量的生產 當然成本會低 所以他們就 沒有那麼貴 亦都是比較容易維修的 大部分的街外的維修的師傅 都懂得去維修這些機芯 但是它的缺點在哪裏呢 缺點當然 就是他沒有什麼先進的科技 因為這些是三四十年前的設計 他不會用一些新的物料 全部都是基礎的物料 基本上來講 那個動力儲備 都是比較短的 30多個小時到40個小時 對於那個磁力的影響 那個底室能力 亦都是比較低 還有 大部分都是沒有那麼多 打磨的修飾 不過呢 就有例外 因為這些第三方工藝的機芯 例如舉個例 有一個品牌 叫做Lamenia 他製作的一個計時馬標的基礎機芯 曾經是被一些大品牌 例如江斯丹頓 帕德菲利普 是拿來做一個基礎機芯 然後做出大量的改良 打磨 製作一些他們自己都非常之滿意 收藏家也都非常之喜歡的 一些master piece 還有呢 第三方供應的機芯 好像ETA的機芯 他們都是可以拿到COSC 隨時天壇台認證 所以他在準確度的方面 亦都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那個自家生產機芯的方面 第一自家生產機芯的形象 就一定是 比較優越 接著就會有很多先進的科技和物料 因為全部都是近十年的設計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用到值 或者是 有更長的動力儲備 更加薄 還有呢 大部分的自家生產的機芯 都會有一些很漂亮的打磨 有部分呢更加是極致的打磨 例如好像 Talafelib 有些是會有 印記 或者PP會有PP的印記 因為這麼漂亮 那麼多新科技 那麼多新的物料 所以他們的價錢 一定是貴的 還有呢 他們的維修成本 相對都會高 因為所有這些 零部件 都是要從原廠那裏訂 亦都可能要送回原廠那裏維修 所以那個維修的成本 就會比較高 至於可靠的程度呢 大部分自家生產的機芯 那個量都不是很高 所以我會認為 那個可靠程度呢 可能是 不及於第三方供應的機芯 因為這些是新的技術 新的設計 有很多 生產上面的問題呢 可能是 仍然未處理 但是當然 是會有例外的 譬如好像立即 好像Pathelib 已經百多年的基礎 去做自己生產機芯的品牌呢 他們的機芯 可能相對來說 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說 市家生產的機芯 相對於第三方供應的機芯會好一點 而是呢 究竟 什麼機芯的換錶呢 是更加適合你的需要 以及你的 買錶的預算 舉個例子 我想要一隻 基本的機械換錶 要一定的準確度 以及 有一個機械的機芯 我就覺得OK的了 這樣的話呢 因為我的預算 可能不是很高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一個第三方供應的機芯的換錶呢 可能就適合我了 又假如我的預算高一點的 我又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我想要一些特別的功能 例如好像我想要一個陀飛輪 或者我想要一個萬年力 更加我想要 可以show off 我想要一個很漂亮的機芯的打磨 這樣的時候呢 變成自家生產的機芯 就是我的選擇 自家生產的機芯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麼我將它歸納了是四大類 第一類呢 我會覺得是傳統 瑞士或者是德國 中標品牌 例如好像 Lana & Soma 朗格 它是德國的品牌 好出名做一些 非常之 漂亮打磨 以及 精確度很高的機芯 他們其中一個 放在一隻 Datograph 的計時馬錶的機芯 是出名 供應是 最美的 其中一種計時馬錶的機芯 例如好像 Chachalagoo即加的 百多年的歷史 已經做了二千多個 Calibur 這些Calibur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他可以說 是做自家生產的機芯 的一個Master 就像柏德菲律 這些電堂級的品牌 他最出名就是做一些非常之靚打磨機芯 以及非常之高複雜功能 有很多種不同的複雜功能 放在一起 如果你想要一隻 三文的碗錶 市場供應 柏德菲律的三文碗錶 是其中 一個最好的 好像伯爵 伯爵 伯爵 是出名做一些薄的機芯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已經出手動上鏈的9P 2mm的厚度 自動上鏈的12P 2.3mm的厚度 到2019年 他們出一個概念的 標900P 整隻標連上的殼 只有兩毫米薄 所以伯爵 就是做超薄機芯的 專家 講到勞力士 雖然勞力士 只是從2004年開始 才是全部 自己生產自己的機芯 但是因為他們非常專注 在那個技術 和那個物料的研究 以及他們的量 是非常大的 勞力士 每一年做幾十萬個機芯 以及他們的機芯種類 都不是那麼多 所以工多藝術 這件事 亦都 在勞力士 這個自家生產的機芯 所以他們的機芯 是供應 穩定 可靠 還有內容 第二個 Category 我會覺得 是 Master Watchmaker 制標大師 Category 例如 Waterland 這個 現代的制標大師 他最有名就是 做了一些 傳統 瑞士 手工打磨的機芯 F.P. Sean 他是近代的一個制標奇才 他將很多傳統的複雜功能 重新 用今天的思維 用今天的技術 去重新做 他的機芯 很多都是很特別的 例如 共振的機芯 非常之出名 Crystalver Calais 這個品牌 是幫很多 不同的牌子 供應機芯 他們 自己生產的 本標 亦都有很多 Exotic 功能 例如他可以在機芯上 上面找 浦克牌 他可以 用磁力 來顯示時間 大家都知道磁力 和機芯是天敵 他居然可以把磁力 放在顯示時間 Global Force 大家都供應他們是 陀菲倫的專家 他們可以做 Multi-Tubeon 四個陀菲倫 放在那隻標 這個 是一個非常之出色的 自家生產的機芯 然後第3個 Category 就是近10年左右 才成為 這個 Manufacturer 自己開始生產機芯 的品牌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機芯 各有特色 而且全部都是用 新的設計 新的科技去製作出來 例如如 Brightling 他們很出名做計時馬標 所以他們研發了 B01 他們是一個很出色的計時機芯 Karl F. Booker 這個瑞士 一個很大的 中標零售商 他們自己的換標品牌 也是放自己的 生產的機芯 有一個 是完全 不阻擋那個機芯 讓我們可以觀賞得到 卡地亞 卡地亞有能力 由最基礎的 三針的機芯 到最複雜的 Multi 複雜功能的機芯 他們都可以做得到 Qbro 這個 專門做 Fusion 物料 的品牌 他們都研發了 自己的計時馬標 機芯 叫做UNICO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機芯 IWC近年 他們集中能力 去研發自己的機芯 今年 他們在 很受歡迎的 Portrugese 馬標 都放了自己 設計生產的機芯 來代替原本的 7750 一個Modified的版本 好像Panerai 過去 他們全部的機芯 都是第三方供應的 不過近十年 左右 他們慢慢 將自己生產的機芯 去代替這些供應的機芯 第四個 Category 我會覺得 是那些專門 和獨立 制標大師 去合作 銀牌 例如人氣非常之鼎盛的 Richard Mill Richard Mill 他是一個 很擅長的設計 碗標 很知道 怎樣用一些 高科技的物料 以及 高的技術 新的技術 去做一些 很複雜的碗標 他有了這個碗標的設計 和概念之後 他接著就找 行業裡面 最出色的 一些供應商 幫他製作出來 所以他的碗標全部都是 大家會覺得 話話聲的 另一個 品牌 NBNF Max & Friends 名字都是 和朋友一起合作 他的朋友 就是這些 獨立的制標師 他有了 造標的概念之後 就找這些 制標師 去幫他 去 execute 所以 下一次 當你選擇碗標的時候 可能你的 注意力點 不是 究竟機心是 自家生產 還是第三方工 反而可能 你就是 看看自己 想要什麼的功能 想花一個什麼 買標的預算 這樣 可能 你會選擇到 一個最好的換標 好了 今星期 周標視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